其实小玉也算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 是 所以今天有没有什么动灵秘笈教给大家 其实动灵秘笈很厚一打 但是今天小玉帮你们精简了几个最主要的点 人家说笑一笑十年少 如果你在那边保持大笑一分钟 脸上全身上下八十块肌肉全都在运动 可以让你整个人都精神起来 我忽然想起了 我就知道她接下来要有那个卢小玉魔性的大笑 对 但是你有没有发觉我这样笑完之后 我整个人的一个状态一下子就提升了 那你的神态提升的时候 人家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你的眼睛这时候一下子是有神的 那这个眼睛有神 除了跟我们这样一个非常欢乐的心态有关以外 还跟睡眠有关 对的 大家如果想要这个神态 睡到睡眠我就已经困了 如果大家想要自己的神态 一直保持着非常神采意义的样子 那一定要顺一个好觉 对 那在这边呢我就是 因为要说到我超爱喝的日加玛 甜睡 甜睡 这个白瓶装真的是 喝下去能睡着吗 喝下去半小时左右就开始有困的感觉了 那每瓶这个甜睡呢都含有B6的一个维生素 我们知道人体的脂肪 还有糖分代谢都需要维生素B6 而且女性的这个瓷性激素的一个生成也需要维生素B6 所以喝了这个还能养颜 可以美容可以更年轻更女人 对 那美瓶中呢还含有一个叫烟鲜胺 在蛋白质和糖的新陈代谢当中可以起到作用 所以可以改善我们人体的一个营养状况 我已经干了 同志们 喝完了 我也快喝完了 喝完之后有没有觉得 我来形容一下 要你睡觉睡得好 一边睡一边补 刚才小玉把这个日加满甜睡说得这么好 其实它真的助眠效果如何呢 其实我们做了一个长期的对比测试 我们通过一段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为了知道日加满甜睡是否真能与我们道一生晚安好梦 我们记录了人一个月的睡眠数据 我平常晚上的话就是要喝点牛奶才睡得着 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反正喝了之后就觉得睡得好一点 我们记录了他半个月内喝牛奶的睡眠数据 算出平均数值深睡比例18% 距离深睡比例正常值相差12% 但是牛奶里水分也比较多嘛 喝了以后半夜会起床上厕所 这样就影响了睡眠质量 也睡眠质量不会很好 我们推荐他喝日加满甜睡 算出平均数值深睡比例27% 基本接近深睡比例正常值30% 喝了这个饮品之后因为它比较小惯嘛 喝完之后半夜也不会起床上厕所了 感觉睡得安稳一些了 第二天工作状态也比较好 那第三呢就是心态了 大家不要觉得心态这个东西可能很虚哦 一个心态好的妈妈和一个心态不好的妈妈 你一眼望去这就是两个年龄段的 对 完完全全不一样 所以你真的备孕啊怀孕时期 要找到给自己排解情绪的一个方式 甚至给自己一点情绪 谁说情绪一定要给老公了 对不对 就生活要有仪式感 怎么给自己情绪 你就要做菜啊 就是让自己开心 有时候在家无论老公有没有今天回来吃饭 都可以给自己一顿丰富的我们的红酒 配上蜡烛的竹签晚餐 此时呢还要有一道菜 红酒牛排 让女人由内而外地散发自己的那种 好呀 好的 把我们的牛排拿出来之后呢 选了一个半袋肥的这样的程度 然后用刀背 对帮她做一个按摩 而之后呢这里面很多老金都被我们打松了 好的 老金 给她做完了 此时做完按摩 按摩之后 她就可以 就要开始上精油了 哈哈哈哈 那在这边呢我们准备了蚝油 黑胡椒和盐 黑胡椒和盐呢都是烧散少许 就根据个人的口味其实可以增减 这个我们可以腌制一下 现在我只是倒完 待会我们要涂抹均匀 嗯 每派她三百下 这个是一个小柠檬 小青银 那有时候呢我们想要戒掉一些牛肉 它原本的一些那个味道 就可以挤一点这个柠檬汁一起进去 在腌制时候帮它均匀地涂抹在每一个部分上面 那这边呢是按摩完成之后 都说了它叫红酒牛排 所以我们吃了什么 红酒 来 我们这边醒酒壶都把这红酒醒过了 对 我们今天要闹的是这个 萨克森元帅的干红葡萄酒 对 我非常喜欢这个红酒 一方面是它的一个果木香的一个口味 还有淡淡的一个烟熏香 所以可以戒掉它的酸色 你喝到的是一种淡淡的那种干味 对 非常地好喝 然后在这样腌制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静待它一个小时左右 当然最少的话在二十分钟以上 我们先来煎一下这个牛排 这个油量基本上是我们家的油量 对 就不要太多 感觉这个温度可以了 小心 这个温度 快 炸炸炸炸炸 每一天我们就两分钟就好 然后在一个中光火的状态下 不然的话我们里面煎老了也是很难吃的 对 最好的牛排呢 基本是在五分熟到七分熟之间 也可以按照我们平时爱的那个口味来 哇 好重啊 这块肉还是不错的 是 然后说煎牛排的时候 不要去按压它的这个肉体 因为要把那个水分保留在里面 是的 它会流出来 但是那个 但是肥的地方可以让它立起来煎一煎 然后把那个肥的地方的油给煎出来 是的 你看像那种就是星期九店 如果比如说有一些大厨会现煎的那种 你会发现它很厚的牛排 大厨一定最后会拿夹子夹住它 然后立在那儿 然后再翻一下 对 好 尤其是最后一个动作 因为它还把肉汁封在里面 漂亮 剩下这个有肉汁的部分 我们可以调一个小小火 然后把我们的黑胡椒酱 或者是用蚝油来做一个酱 最后淋上去 淋上去的酱汁 我用蚝油加上一些黑胡椒粉 来替代一下这样的口感 而这里面有原本 我们这个牛肉的一个汤汁味 它里面有牛油 本身的鞭上面油的味道 那要不你们先帮我摆盘 我有衣裳生气的手 快快快 这个 黄啊 然后那个什么 蒋蒸 西冷花可以配一个 有没有闻到 这样的酱里有这个红酒香味 摆个番茄 你这做什么阳春白雪吗 雪花 好的宝贝 我已经摆好灵魂的一步了 来 小心手 我把这些酱 摆上来 好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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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很有仪式感 好中心结合 好香 我们一定要配红酒 为什么牛排一定要配红酒呢 因为在红酒当中有一种叫丹宁的成分 对 它呢存在一种负电荷 而像我们牛肉中的蛋白质呢 它是一种正电荷 那我们知道正负在一起 它有一个中和的反应 就可以让我们戒掉这牛肉当中 非常油腻的一个口感 让我们会在牛肉当中享受着它的那种 腻腻的感觉 但同时呢 又可以用我们的红酒 来更好地品这个味道 就像我们唐唐老师 吃得开心了 心态好了 你说能不年轻吗 对啊 好的呢 可以上盘了 刚好切好了 来 我们给它分一下 迫不及待 哇 这个很好看 好精致啊 切的 来来来 我们举杯 干杯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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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们 来来来 碰个杯 来来来 来吧 让我们做家务式的精致主人 幸福生活从这开始 那我们有没有发觉 我们只要喝了红酒 都有一种减轻压力 整个人放松的感觉 喜欢了 对 这其实就是 白粒芦醇的那个成分 它起到的作用 但是呢 大家要记住 怀孕期还是不能喝酒的 那如果你在孕期的时候 把这杯酒递给老公的话 她会更爱你 觉得 哇 终于有一个女人 懂我的心 哇 是不是 对 那在小玉手中 这个萨克森元帅红酒呢 在二零一九年 还获得了葡萄酒市场 年度佳酿哦 哦 所以我们获得可是 得过奖的酒 哎 再干一杯 再干一杯 来 真的 你们真的好 好 停不下来了吗 干杯 不过我知道这个 萨克森元帅的红酒 的确它有一个 独特的这个故事 因为它的原厂的产地呢 曾经有一段历史 咱们接下来就 边吃边喝 然后一起来了解一下 好不好 法国萨克森元帅城堡 位于法国巴黎东南的耶尔市 提到法国萨克森元帅城堡 不得不提莫里斯·萨克森 他用他的赫赫战功 获得了国王的认可 封他为萨克森元帅 并将城堡赐予他 距今已有四百余年历史 在历史中诞生了这款 萨克森元帅红酒 这款酒拥有引人注目的 红宝石色泽 细细闻来 香气四溢 清新的红果香气 融入淡淡的薰衣草 和紫罗兰气息 入口富裕柔顺 丹宁丝滑 回味持久 犹如一颗颗璀璨明珠 镶嵌在萨克森城堡 开启美味之旅 原来如此 喝的不只是酒 还有文化 是 所以说红酒的选择 它非常重要 不仅是给我们的 生活质量加分 而且也是让我们真的可以感受到 对自己满满的爱 刚才说了那么多 真的要选择一款好红酒 不如就跟着我们家务师的主人 选择我们萨克森元帅红酒 尝一尝试试看 对 效果非常好 那孕妇呢也可以直接把这一杯红酒递给老公 哎呦 贴心一下 怎么会觉得 喝一下这个味道好不好 特别好 对 然后再吃一下我烧的牛排好不好 特别好 你说这样的话我们还可能生完孩子之后爸爸跑了吗 不会 他会越来越爱你 天呐 后面居然是这个 对 真的会越来越爱 不过我觉得今天我们的栋灵女神小玉 真的是 我觉得给我们带来了很多 很多干货 对 很多惊喜 那接下来在我们家务师的思想时刻 又有什么样的干货等着大家呢 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你好 今天是我的思想环节了 然后我看到群里面有很多宝妈都在研究这个收复带 因为其实我也有这种感受 我身外已经一百天了嘛 我其他地方基本上都瘦回来了 但是我肚子这个地方呢 却还是有点像松松垮垮的 收复带的原理就是让它绑得越紧越好 一般来说会让大家选择稍微宽一点的 因为宝宝经过十个月的时候产出的话 你的子宫啊 你的各个器官 它都是没有完全归位的 而且第二个呢就是最好 就是你可以让你的老公啊 或者你的月嫂帮你绑 因为它这个地方是要拉得很紧 只有紧它才能够帮你的那些器官它去归位 当你第一次洗完澡的时候 基本上就已经可以绑上了 如果说你们不觉得绑上会很难受 或者说不是特别的热的话 建议你们的话是早晚都要绑 准备两条 然后可以这样勤更换 这样子会帮助子宫的一个收缩 还要帮助一个身体的恢复 你看我们节目当中 每期都会分享非常多的这种好物给大家 其实也是为了帮助大家 能够更好地去选择 因为我们提高我们的生活品质 其实可以有很多细节 去不断地去追求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要先爱自己才能够爱别人 我爱你三个字 我字是摆在第一位的 希望天下所有的妈妈们 能够先学会爱自己 这样大家就可以更好地去 爱自己的宝宝 爱自己的老公 爱自己的家人了 也祝愿所有的妈妈们 永保青春 每天都是最好的自己 想品质生活 做精致的家屋式的主人 如果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 也会有自己的困惑或者是问题 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 微信的公众账号 搜索添加家屋式的主人 和我们进行线上的互动 最后呢 让我们在江苏卫视的 周一到周四的傍晚 相约在这里 不见不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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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